你的眼睛看起來應該是右下角的LOGO 是發票通來了 沒錯 我們換了一個贊助廠商 嘿嘿 發票通的服務中指是在銷售端 前端提供全方位的電子發票解決方案 稅務後端呢 提供的是全方位的競銷像素 接方案 那發票通的服務適合的是網路銷售型態 不管你是蝦皮 奇魔拍賣 露天拍賣 賣貨便 或者是想要轉換電子商務的傳統銷售行業 通通都歡迎使用發票通 沒錯 看到有一個小小的QR Code 拿起你的手機 掃起來 加入發票通 如果你是用手機來看 拿起隔壁的手機 掃起來 加入發票通 好 我們看現場畫面 傳教練的二方 擔手的抽球 喔 這個球 擋向了一個穿越 創造了一個機會 小的教練還是把這個球追上了嗎 沒有 可惜打出了界外 這是跟 其實都跟得不錯 哇 好球 電場 除了看球以外 還可以參與一些 剛剛 像剛剛的中場活動啊 或者是場邊的 風行網球的網球體驗椅 這都是一間 非常好的一個活動 在 這麼 天氣很好的 喔 看 你看 短拍比較好 短拍 短拍加壓 閃進拍子 抽球 轉球 吊球 好球 好球 進 男手的加壓 左右的帶動 最後 最終是 一把沒進 哇 一個insideout 精采的回球 回得很深 正手的回擊 好球 帶出一個大角度之後 帶一個直線的制勝球 順利的拿下的這一局 二發 拿一個大角 真的都是針對性的 在 針對他的 正拍做那個 擊球 嗯 蘇宇翔的發球局 來看看 反手的回擊 喔 這個球 又是一個精采的insideout 打得那麼順手 畢竟面對的是 比較有經驗的 哈利威教練 反手的進攻 往前的接擊 漂亮 那連續掉了4分 哇 這個球壓得很刁鑽 正手的回擊 漂亮的 結局 漂亮 喔 這個球應該是拚進了 沒問題 沒有拚進 藍教練 又有一個破發點的機會 哇 精采 正手的抽球 哇 這個球會球出界 哇 這個球好像又是一個場地的彈跳 喔 內去兩個 這一顆也是 大角 這個球 用了他擅長的反拍 來 要來確認一下 球有沒有進 雙方選手都各指出一顆球 你會看裁判怎麼判決 一人指一顆 所以是這個球 好 這一顆好像是 判決是猶豪彈你 就是界內 所以這一分猶豪彈你會來取得 二八 喔 又是一個 又是一個場地的 不規則彈跳喔 這一顆球 這個球 side out 哇 精采的反手回球 第一點 居然是底線的對抽 來到了反手 哇 這個球 也是加壓的力道相當夠 可惜出了界外 哇 漂亮 球 直接 一發進 哇 這個球也是 受到了壓迫 兩個發球是發的比較技巧性喔 比較不像是在開局的時候 發的力道比較強 對 因為可能是 前面彈牛肉陣的 很後面揭發的緣故 哇 這個球打得很精采 好厲害 反手的回擊 哇 這個球精采的壓線 嗯 哇 他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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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對手壓在底線 哇 這個球又是力道稍微大了 打出了界外 哇 一發還是沒有進 哇 最終反手掛網 那也讓這場比賽在這一球就劃下了句點 最終 譚立威是以8比2 戰勝了蘇玉祥 這場精采的男子公開組 男單對決 最終是讓小譚教練 退休的 退役的職業球員啊 既高一招 也利用經驗還有一些戰術的搭配來獲得勝利 在比賽結束的同時我們也邀請到 我們看到 還是覺得喔 這個場地是不是有一點點 對他那麼比較不利一點啦 那我們在比賽結束的同時喔 我們也邀請到球迷阮慧珍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場精采的比賽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剛剛兩位選手一開始其實是就是 是膠著的 因為前幾局都是有Deuce的狀況 可是好像就是運氣稍微站在了小譚那邊 比數拉開之後那個蘇玉祥過程中有試著去就是調整心態 但好像受到場地的影響始終沒有辦法就是打到他想要的節奏裡 最後 潘尼威越打越順然後越打越快 質量就是有稍微有點壓著打 然後 就是 呃 如他所期望的就是拿下的這場比賽 好的 那這場比賽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在這場比賽